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鼻梁对应着人的肝打 如果鼻梁尖薛 无肉且起结的话 这种人大多甘气旺盛 脾气比较大 而且性格多变 让人难以捉摸 非常的不好相处 做起事来也比较的挑剔 凡事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喜欢挑别人的过错 缺乏包容心 只要不合自己的心意 就会立马翻脸 个性非常的自私 不过性情执着 做事坚持 只要决定要做的事情 就一定要做到最好 事业容易获得成功 但人缘不是很好 三 鼻头垂肉鼻梁露骨 所谓的鼻头垂肉指的是鼻头下垂 也就是我们说的阴沟鼻 若是再加上鼻梁露骨无肉的话 这种人一般善于揣托人心 内心非常刻薄 心机很深 而且物质欲极强 做事为了达到目的更是不择手段 为了个人的利益 甚至不惜背叛身边的亲人和朋友 而且贪婪不知道满足 可能在钱财和事业方面会有所收获 但是几乎没有朋友 只能同甘共享乐 不能共苦患挫折 所以如果身边有这种人 还是远离为好 四 女人鼻梁露骨 对女人来说 鼻子长得好更加重要 因为不仅代表着自身的个性和财运 也代表着自己的夫运 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家庭运和感情运 如果女人的鼻梁长得筋瘦露骨的话 这种女人大多性格方面非常的尖刻 眼里只有自己 不懂得关心和理解他人 而且脾气很大 动不动就喜欢乱发火 所以很少有人能够忍受 感情方面非常的不顺利 总是出现分分合合的现象 家庭生活不完美 还会影响到男人的事业和发展 遇到这些忘恩负义 虚伪自私 只认前不认的人 我们要远离 一 悬胆鼻 所谓的悬胆鼻指的是山根纤细 而鼻头 咽喉 鼻翼饱满 形如悬挂的猪胆一样 这种面相又被称为悬胆鼻 具象学观察 这种鼻象的人 多半是在中年开始发家 是典型的先贫后福之相 即便是从无名之辈白手起家 也有望成就大事 一旦成功便能够坚持长久积累财富 这种面相被视为极象 预示着个人在事业发展和财富积累方面 具有良好的机遇和潜力 虽然岂不可能较为艰难 但一旦迈入成功的阶段 便能够持续稳健的发展 聚集财富 实现自身的目标和愿望 二 算头鼻 所谓的算头鼻指的是鼻子比较短 鼻头较大 山根较低 鼻翼丰满的一种面相 尽管一些人可能认为这样的鼻子不够美观 但在相学中 它被视为福贵鼻的一种形态 具有算头鼻项的人往往更适合从事生意 相学认为 鼻翼在面部象征着财酷 而鼻翼丰满而大的人 通常会有较好的财运 特别是如果鼻孔不外露 即鼻孔不显露在外 这种人的财运更是极望 常常能够成为富甲一方的人物 许多亿万富翁都具有这样的面相 对于拥有算头鼻项的人来说 只要能够在事业中坚持追求一个目标 并持之以恒的努力 通常在中年就能够过上衣食无忧的富贵生活 因此 相学认为 这种面相是具有福禄之气的 预示着个人 在财富和地位方面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 三 伏膝鼻 伏膝鼻的形态 类似于犀牛的脚 特征是鼻子较高而肉少 在面相学中 鼻子是面部五官中体现立体感的关键部位 因此 高耸的鼻子使得面部显得更具立体感 拥有伏膝鼻项的人 通常注重精神生活 他们深知精神层面的重要性 明白物质财富之外的价值 因此 为了满足自己精神上的需求 他们会付出更多的努力来追求成功 这些人对生活充满期许 对事业充满野心 他们勤奋不懈地追求自己的目标 不断努力拼搏 他们的财运也因此愈发旺盛 他们所获得的财富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和奋斗赢得的 四 因勾鼻 因勾鼻在一些人看来可能被视为阴险狡诈的象征 但这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如果一个人拥有三白眼 即眼角有白色的一小块 并且配上因勾鼻 则可能性格比较奸诈自私 然而 如果单纯 只是拥有因勾鼻 并不一定具有负面的含义 相反 它可以被视为毅力的象征 拥有因勾鼻的人往往具有顽强的拼搏精神 和出色的人耐力 尽管这种鼻像可能没有蒜头鼻那样富贵 但他们凭借着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毅力 能够打造出属于自己的事业 他们面对挑战和困难时 不轻眼放弃 而是坚定不移的前行 这种顽强的品质 使得他们在生活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胡扬鼻 胡扬鼻的特征在于鼻梁高 鼻头大而圆 但鼻翼不太宽 拥有这种鼻像的人 通常对生意有着敏锐的嗅觉 能够洞察到商机的存在 尽管他们的家庭环境不一定很好 但他们天生具备经商的头脑 在年轻时 这些人可能经历了许多劳苦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随着财富的积累 他们的人生阅历和人脉关系 也变得更加丰富 因此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们的财运逐渐走向正轨 他们的正财运非常旺盛 不仅能够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而且晚年的运势也是令人羡慕的 六 龙鼻 鼻子山根高耸透天 鼻子圆笼不露鼻孔 势逐悬胆 不邪不偏 剑台庭位分明有收 左右法令文清晰分明 人中 忠正而分明者为 龙鼻 长有龙鼻的人 聪明智慧有文凭 多才多能 财富万贯 如若其他向礼不为举驾 则官员亨通 职权事业一帆风顺 一生贵人多住 妻子贤惠美丽 子孙满堂 一生享尽荣华富贵 七 鼻子山根有志 山根是鼻子的根部 正好处于双眼之间 这样位于面部中线的部位 一般来讲都不宜有志 山根有志的人 只适合走正财运 一些高风险投资和博彩 最好不要接触 以免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 在感情方面 这类人六亲缘且 不太能够很好地处理人际关系 因此 婚姻上也遇遭挫折 八 鼻子鼻梁有志 鼻梁在面相中被称作年寿 代表着人寿命的长短 因此 鼻梁因鼻之端正 不宜起节歪斜 更不适合长志 所以 鼻梁上的志 往往代表着困难和阻碍 鼻梁长志的人 一生运势起伏波动大 做事一步进入人意 这类人要在事业上花费比别人更多的精力 才能有所成就 九 鼻子鼻头有志 鼻头也叫做准头 准头有志的人 一般在求财之路上 多有贵人相助 自身付出之事 总能得到相应的回报 他们财运旺盛 赚钱很容易 并且 这类人心性纯良 为人热情直爽 但是需得注意 做人做事 不可太过直接 在蓄财方面 要学会理财 不要大手大脚 花钱如流水 便可流出财富 甚至富甲一方 鼻子鼻翼有志 鼻翼是财不公 中最能代表财富储存的福库 鼻翼丰满有肉 则代表这个人理财和蓄财能力都很强 若是鼻翼有志 犹如在鼻翼上开了一个洞 那么必然导致财库受损 人的财运也会随之流出 鼻翼长志的人 也要注意自身的身体素质 平日里要多注重三餐饮食与肠胃健康 以免被病痛找上门 食衣三弯笔 所谓的三弯笔 就是指他们的山根微微的底线 而且鼻梁凹凸不平 整个运势不佳 则一般的情况下 拥有此种鼻象的人 他们往往都会在事业上 很难取得成功 一生多有劳碌奔波 中年的运势发展不顺利 而且脾气性格粗暴 容易与人发生各种的争执 日子自然也都是贫穷之下 难以稳定 估计连自己的温饱都难以解决 生活上的压力自然也都会比较大 事事不如意 十二 见鼻 所谓的见鼻 就是指一个人的鼻梁处 明显的鹿骨无肉 整个呈现刀背状 看起来比较尖 则往往他们的鼻翼不丰 看起来比较尖 则往往他们多半都是一些尖酸刻薄之人 喜欢各种的算计 为人比较固执 喜欢奔波劳碌 所以这样的人 往往事业 人际关系都处理不好 所以会导致财富不丰 一生就是奔波劳碌的命 越是往后 日子也就会越差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